禁堂永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 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圣雅各伯宗徒 让我们反省 我们的信德和善行 在善行方面 如果我们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对待我们的家人 亲人 或者是一起工作的人 我们缺乏善行 我们求主的宽恕 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 来庆祝这台感恩弥撒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兄弟姐妹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 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乐于住在成谱正直人的心中 但愿赖你恩宠的祝佑 我们也能度成谱正直的生活 使我们的心灵 真能成为你所喜爱的居所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雅各伯宗图书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他有信德 却没有善行 有什么益处呢 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 假如有弟兄或姊妹 四身入体 缺日用粮 即使你们终有对他们说 你们平安的去报 穿得暖暖的 吃得饱饱的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 有什么益处呢 信德也是这样 若没有善行 这信德便是死的 也许有人说 你有信德 我却有善行 请把你没有善行的 信德指给我看 我便会借我的善行 让你看我的信德 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 你信得对 连魔鬼也信 而且怕得发抖 愚昧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信德没有善行 是没有用的吗 我们的祖宗 我们的祖宗亚巴朗 把他的儿子伊萨格 陷在祭坛上 不是由于善行 而成为一人吗 你看 他的信德 是和善行相互并行 信德 就由于善行 得到成全 这正应验了 经上所说的 亚巴朗信的天主 这是 便算是他的正义 得被称为 天主的朋友 你们看 人成义 是由于善行 不仅是由于信德 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同样 信德没善行 也是死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酷爱上主 诫命的人 真有福气 酷爱上主 诫命的人 真有福气 阿雷路亚 敬畏上主 的人 真有福气 酷爱他 诫命的人 真有福气 他的子孙在世 必会强盛 一人的后裔 必蒙祝福 酷爱上主 诫命的人 真有福气 他的家族 要享荣华富贵 他的人风 必将万事永垂 黑暗中 必有光明 必有光明 向一人照耀 因为他赋予人爱 慈悲和公道 酷爱上主 诫命的人 诫命的人 真有福气 酷爱上主 诫命的人 必然幸福 他公正无私 处理事物 因为一人 永不动摇 他将永远 被人怀念 酷爱上主 祝命的人 真有福气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父基于自己的意思 借着真理的道 生了我们 为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万物中最先成熟的果实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召集群众和门徒 对他们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就该舍弃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性命 必要保全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用什么做代价换回他的灵魂呢 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 以我和我的话为耻 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 和圣天使将来时 也要以他为耻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借着洗礼 我们成为基督徒 表明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生活的行为相符合吗 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表现出 我们是一位基督徒呢 今天的读经一的中心思想 就是信德与善行 当我默想信德与善行 两者的关系时 一个图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个图像就是一棵果树 信德就好比这棵树 果实好比是善行 信德犹如一棵树非常重要 没有树的话是没有果实的 这也说明信德 为我们每个人的得救是必须的 没有信德 我们是不可以得救的 但同时作为一棵果树 只有树根树栅叶 如果没有果实的话 也不能称为一棵果树 因此在信德的基础上 我们需要结善行的果实 因此圣雅各伯宗徒也指出 仅有信德是不够的 另外 天主审判的时候 不仅看一个人是不是相信他 还看他是否按他的旨意生活 是否有善行 善行是信德的表现 信德不只是口头上的 不只是内在的 还需要通过行为表达出来 那信德在哪些善行上表现出来呢 今天的福音和读经一 指出了四个方面 首先信德表现在 对耶稣的跟随上 这种跟随不仅表现在顺境中 那在逆境中跟随耶稣 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我们的信德 耶稣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我们在好的时候 我们宣称我们愿意跟随耶稣 尤其是在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生病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愿意跟随他 那说明了我们的信德是真实的 已故的圣若望保禄宗徒二世 他在晚年的时候 坐在轮椅上 那手呢还不断地颤抖 他说我要用我的病情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为耶稣作证 这表明了他对耶稣的信赖 信德表现的第二个方面呢 是以天主和天国为中心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宣称 如果一个人宣称信主 但经常不注意信仰和属灵的事 我们会问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德呢 如果有信德 他为什么过的生活 好像跟没有信德是一样的呢 耶稣说 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丧失世间的性命 来救属灵的性命 这不是说世间的性命不重要 而是呢 要让我们也关注我们属灵的生命 这个也表达了我们对天主的信赖 我们知道呢 在世的生活不是永久的 因此呢 怀着信德的生活 是对属灵方面关心的生活 信德表现的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公开宣认 耶稣说 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 以我和我的话为耻 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 和圣天使将来时 也要以他为耻 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 就是不敢公开宣认自己的信仰 尤其是我们在公开的场合 我们有时候愿意隐藏自己的信仰 那耶稣说 你以我为耻 到时候呢 在天国呢 也是被天父认为为耻 所以我们的信德不是隐藏的 是表现在我们生活中的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信德的表现在 爱德的具体行为上 如果我们说我们信 而不关注我们周围的人 就好像雅各伯宗徒 在那个第一篇读经所说的 看到有人饥饿 看着有人没有衣服穿 你告诉他 你去穿的暖暖的 吃的宝宝的 那你没有去做 这样的信德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爱德是信德的具体的表达 我们都熟悉的德雷萨姆姆 他以他这个弱小的身躯 他做了很多的爱德行动 当他死了之后 受到了不同宗教人的敬仰 为不同的宗教的人士所称道 所以他就是一个具体的 用爱德把这个信德活出来的圣人 所以让我们问一下自己 让我们监视一下自己 我们这棵信德的果树怎么样呢 我有结善行的果实吗 另外我们既然有这棵信德的树 我们在两方面都要成长 在信德上成长 在行善上成长 而且呢 这两者是分不开的 应该呢 是相辅并行的 我们求天主给我们这种恩宠 不仅说我们相信他 我们也愿意借着具体的行动 来表达我们的信德 阿们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虎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酒水的餐和象征了天主 取了我们人性 愿我们也分享他的天主性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虎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 求你约纳 上主求你洗净我的罪屋 抵出我的牵友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上主但愿这季限净化我们 革新我们的生活 并求使我们今世遵循你的旨意 来日豁祥永恒的赏报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我们以热诚的爱德 歌颂基督的死亡 以活泼的信德 颂扬祂的复活 以坚强的妄德 期待祂光荣的来临 因此 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 同声赞美你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策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策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 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邪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基 基督 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因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阁 我们的五总主教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垂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童真荣福玛利亚 他的敬佩圣若瑟 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发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 阿们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 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我祖耶稣 我祖耶稣 在身体消失内 我爱你超过一切 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失灵你 请伤我身体身体的恩典 请伤我身体身体的恩典 愿我完全与你结合 像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 不让我与你分离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以天上美食养育了我们 恩此我们享有真正的生命 求你使我们仍实实渴求 这真生命的泉源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彌撒礼城 你们去传扬福音吧 感谢天主